欢迎收看怪奇物语 我是吴嘉芬 今天再一年去看一起的央视新闻 全面删除的云南湖底之谜 中文云南的虎仙湖 从空中秒看 呈现一个葫芦形状 根据了当地的居民说 湖底有一座千年古城 有检手员表示了 曾经看过一座湖底金字塔 还有类似飞碟形状的圆形石盘 以及无法解释的神秘符号 为了证明真假 2001年 央视新闻台还为此举办了一场 睡一下探命直播 而奇怪的是呢 如此大型的直播节目 却在直播到一半突然中断 让所有的观众呢 既纳闷又很意外 更加好奇的是 央视的工作人员 到底看到了什么不能公开的画面 官方除了把直播删除 更把所有的画面跟照片 删得一干二净 有艳余的潜水爱好者 决定要私下偷偷地 潜进海底去找出真相 有一名当地的潜水员说 底下的景象 没有亲眼见到 您绝对不会相信 更有研究外星文明的专家表示 这里头很有可能是一处 外星秘密基地 Fuxian Lake Yunan Province China 1992 Expert diver Gung Wei 几千年前 谁住在这里 这些文明又为何突然消失 千古谜团至今未解 云南省的浮仙湖 也被称作中国版的百慕达三角洲 1992年发生过游客沉船事故 一艘载满113人的观光船 沉入海底 上百具遗体不翼而飞 消失不见 不止湖底充满谜团 湖面上同样离奇 八零年代一架飞机 飞到浮仙湖上空 仪表板失灵失去防卫 下一秒坠入渡中 连人待机同样消失 无意无踪 人都去哪了 这座湖仿佛有座 通往另一个国度的通道 事发过后 浮仙湖上空从此列为禁飞区 至今没有开设飞行航道 据说湖底的磁场怪异 会让纸农针失去方向 令人喜意的还包括这个画面 2001年 中国央视在浮仙湖 进行名为水下烤虎探秘的 Live直播 赤字巨额采用声纳探测 透过特殊水下拍摄仪器 要挖出湖底真相 但直播到一半竟然被硬身切断 直播只持续了短短的50分钟 不到就停止了 相关人员立刻切断了所有信号员 禁止播放 官方到底看到什么 紧急把直播撤掉 换成广告上阵 当时一切都在有条不紊的 在中央13台现场直播 到底是什么 让所有的潜水员和后台播放人员 有为常理的举动 让当地居民相信 湖里肯定藏了秘密 2006年 中国官方决定 再举行一致水下直播 这次真的拍到 让考古人员震惊的画面 随着巨大的水下摄影机 被放入水中 第二次浮仙湖探秘正式开始 当考古队员按照水下声大的指引 靠近这个区域的最顶端时 突然摄像师在镜头前 做了一个发现目标的手势 并且指向了一块突出的石头 他到底看到了什么 把镜头拉大 不得了了 竟然在水里看到一张人脸 从面具上严肃的表情推断 有可能是一名祭祀人员 附近的建筑 是古代文明留下来的巨大祭祀台 这些遗迹 真的看当地传说 不谋而合 因为我们从小就在 浮仙湖边长大了 就很多人传说 浮仙湖边有古城啊 有城下集的城啊 我脑袋里没想到 这会不会是一个 会不会说 他们说城下集座城就在这儿了 透过现代仪器分析 祭祀台规模巨大 台阶上还刻意雕刻着 藏着密码的图腾符号 接着潜水员说 他看到了这辈子 都不敢相信的景象 顺着一块块 布满青苔的时间往上看 湖底藏了一座人造金字塔 随便下有金字塔的消息 传回了云南博物馆 当地考古学家不敢置信 也颠覆了全世界 对金字塔的认知 对金字塔的语言 非常否有意義 and it is said that the pyramid is as old as the Egyptian pyramids are and maybe even higher than some of them it's an incredible discovery one particularly piqued the interest of experts carved on the upper right side a small circle encircled by seven radial lines resembling the sun the same circle on the left side featuring only four radial lines Such sun symbols are rarity And this one might date back To a staggering two thousand years 接着又在周围发现了圆形石盘 外形和飞碟有几分相似 还有圆盘中带着孔洞的各种石雕 这里会是外星基地吗 无法解释的考古学家 又遇上了世纪谜团 现在我们测定的追尘碟的水深 那是158湖米吧 跟其他湖和做一个简单的对比吧 滇池是追尘是七米 而我们常熟悉的太湖只有两米 从模拟图中可以清楚看到 湖底是三极式的大断崖 每一层都是垂直深入地底 仿佛某种高度文明 为了通往地心刻意盖的一座湖底基地 发现金字塔和石板的位置 是在最浅面积最小的地方 那深度百米以下的深海当中 还藏了什么 回想当年被央视中断的直播画面 难道被删除的影像 有不能公开的秘密 曾经有官方历史学家辟谣 这才不是什么外星基地 而是传说中古巅国的遗迹 但这说法马上遭到打脸 据有关史料记载 在那个时期生产青铜器 并且青铜的技术十分先进 但这座水下古城的主要建筑材料 却是石头 并且在水下石块上 还刻有各种符号和图案 其风格都更加原始一些 这座水下建筑 竟然比几千年前的云园古城 还要更早 这个发现完全改写中国历史 一座两千年前的水下建筑 面积比汉朝首都还要辽阔 如此庞大的文明 离奇地没有留下任何文献 难道说湖底的生物不是人类 古人说的飞马会是不明飞行物体 难道浮仙湖深不见理的结构 真的是外星基地 同样无法解释的海下巨型建筑 出现在世界各地 距离台湾 宜兰外海 110公里处的日本宇纳国岛下方 就被称作东方亚特兰提斯 1986年一名日本潜水员 偶然发现倒下的千年遗迹 原本潜到宇纳国岛附近 是为了找寻某种鲨鱼 但没想到下一秒 他惊觉脚下踩的石块 不像一般石头 反倒像一个巨大平台 于是他顺着这个岩石的平台边缘 继续向下潜 一个巨大的城堡一样的建筑 就展现在了他的眼前 在整座巨型平台的底部 有一个远谷型的入口 从拱门穿进去 还藏了一条通往高台的隧道 平台周围有许多台阶 每一阶都用巨石打造 九十度角切割干净利落 根据每一个阶梯的高度推算 当时的生物身高 绝对是现今人类的两倍以上 顺着台阶形成一条环状道路 没想到这还不是最惊人的 更震惊地出现在平台上方 有类似于体育场 扇形水池和寺庙的残留结构 在台积旁边还有两道 类似隔离墙的结构 高大约五米 是用二至六米长的 巨大石头砌成的 周围的石头刻意被切割成 四边形或五边形 每一块都能相互密合 牧村教授的团队还在城堡里 发现有排水渠 石头制成的工具 乌龟浮雕等等 人工制造的痕迹 还发现了一块 刻有神秘字符的石板 日本考古团队前行后后 调查了十多年 证实这个海下之城 有一万多年的历史 比埃及金字塔 还要早了五千年 但因为没有留下文字记录 也没有人为生活过的遗迹 不足以证明 曾经有过文明 因此这座万年海底古城 是谁盖的 又为何神秘离开 随着海平面上升 真相还藏在海底